今天是穆子洋的第25个生日 那这次给你们准备了一首歌 叫《寂寞先生》 其实从小就听喜欢这首歌 想把它唱给你们听 可能人到中年之后 都会喜欢这种 裸叶飘飘的歌曲 那这一次我们就希望 可以拍摄一件和之前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加到这首歌里面 一起给你们看一下 马上就唱这了 对了 咱们在哪拍 在田里 这是我人生的第25步 在这儿和你们过第二个生日 没想好怎么说 走吧 这第22步 为什么在这扭了一下 因为我这一年过得特别不好 这第24步 为什么24步飞越了一下 因为我24步成了明星 这是25步 这是今天 我今天为什么看着远方 那是因为我希望在我的25岁 可以达到人生的巅峰 因为我这首歌是《寂寞先生》 我想拍一种黑暗的那种 也不是说黑暗嘛 就比较 就比较这乌鸦是吧 是鲜鹤 那是鲜鹤 哇 你知道我之前测试 测试的自己 就会是一只鲜鹤 太有刹伤了 你看看这六轻不认的步伐 就是这城市太寂寞了 来乡下也开始撒脱了 那寻寻觅觅的感觉 这要唱还是怎么 唱吧 唱吧 来吧 啊 啊 我主要我怕吵别人 啊 好了吧 我再停一下 嗯 嗯 结束了 唱死我了 昨天没休息好 今天来飙高音 真的是不是人做的事情 结束 在饭礼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硬盘 然后外面写着是他们为我的生日祝福 祝你生日快乐 莫子阳生日快乐 我是唐庞 我有时候也担心我们娘娘会不会太善良太干净了一点呢 睡啊一直睡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要担心我们女生伤 嗨 娘 哥哥 你不见我相遇 祝你生日快乐 快请去带你 保护好自己 你好可爱 虽然我不敢确定 你到底能不能听到这条音乐 祝你在25岁之后的人生里 坚强温柔 浪漫洒脱 25岁的莫子阳先生 祝你生日快乐 我刚才听了你们给我发的这些音频 然后挺感动的 谢谢你们给我的这些生日祝福 我都收到了 给你们准备了这个小惊喜 特别用心 希望你们会喜欢 你不舍小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